大家好 我是萱萱 我是萱萱 今天天氣非常好 所以我要帶萱萱去新竹約會 約會 可是後面這些人是誰啊 登登 後面是Sony的工作人員 這哪叫約會 約會帶了這麼一群人 這很尷尬啊 不是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不管在哪裡 就算我們在菜市場 人就很多這樣子 我心裡面都只看得到你 眼裡面只看得到你 後面有人嗎 有人嗎 我沒看見 所以我覺得這 當然算約會 對啊對不對 不是吧 什麼什麼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好不好 我等一下你就知道啦 Let's go 那我們第一站來到了新竹的 青青草原 等等 我覺得今天有可能會變成 我們這個新竹約會景點 一日遊好不好 但是今天我們要在這邊 教大家拍這個情侶合照 首先 第一個重點是什麼 你要有一個腳架 才能拍情侶合照對不對 對 那我們拍情侶合照呢 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要看起來像情侶 所以我們每次出門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服裝上面 我們都會特別的搭配一下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在這個色系上面 或是某一樣特別的單品上面 去做一個呼應 然後第二個就是互動自然 大家看起來像什麼 有些人看起來不像 慈允人啊 Let's go 因為我們情侶照的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要看起來自然 所以呢我們就是在每一個畫面 我們就會想說我們要做一些什麼樣的動作 像聊天啊 對望啊 然後甚至投靠著頭啊 擁抱啊 擁抱從背後啊 正面啊 或是親吻 都是我們很常做的一些情侶動作 那有一個小提醒 就是譬如說如果你們要做親吻的動作的時候 我千萬記得每個動作就是點到為止 它才會維持在這個 最優美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如果今天親得太激情會怎麼樣 就會整個鼻子扁掉 嘴巴扁掉 臉歪掉 就會沒那麼好看 記得拍完一定要問一下女朋友的意見 讓她看看照片 她說可以才OK 對不對 可以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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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Thank you 好 那像我們在拍一些比較動態的畫面 像我們現在要溜滑梯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快門的速度調高一點 然後光圈調大一點 然後你再乾燥這個現場的光線 然後去調整ISO值 OK 好 好 瑄瑄你可以留下來了 OK 登登 我們今天青青草原就到這邊 好不好 然後剛剛有拍了蠻多喜歡的照片 拍照 對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下一站 Let's go 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餓很累 對不對 剛剛風這麼大 很餓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安排這個情侶的約會行程 一定要記得中間連連空檔 來一些網美的咖啡廳 拍一些情侶的美照 然後也可以讓女朋友好好休息一下 催催冷氣 對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教大家如何在咖啡廳拍出美照 好不好 Let's go 好 OK 走 回頭 我覺得在拍情侶合照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拍出自然跟生活感 所以呢 在這個畫面裡面呢 我們會讓她做一些事情 讓女主角或是我們自己做一些事情 Doing something 那像現在呢 我就想要拍出她回眸一笑的感覺 是我叫住她 然後回來給我一個很甜美的笑容的feel 看一下 好 現在我們來這邊就是相機一定要先吃在我們破壞它之前 而且呢 切記一定要快很準 否則你現在對面有個眼睛開始施壓 你很久欸 然後不拍還不行呢 欸 你為什麼不幫我拍一下 食物很漂亮 所以 好不好 這是我們在咖啡廳的任務 很重要 好 那我們說到在這個畫面Doing something 我覺得最簡單的說 你就直接利用你就是眼前看得到的道具 像我們剛剛就是想要跟這個杯子做一個互動 你可以拿一聽別人啊 或是說直接拿這個檸檬啊 當作一個眼睛這樣遮起來 做一個俏皮的動作 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說 你在Doing something的時候呢 你切記譬如說你喝咖啡喝飲料的時候 就是要唯美一點 不要真的打口喝下去 或是說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是放在這邊要吃不吃的時候 你不要這樣子 或是直接咬下去 那個畫面就沒有那麼美觀了 好 看到我們現在拍的照片啊 因為我們這邊我用很多是大廣角 超廣角的那一端 然後你看我把你腳放在旁邊的時候 你腳就整個拉長了 對 所以像我們在用這個超廣角的這一端去拍照的時候啊 就是你在拍建築跟拍人的時候 其實會不太一樣 因為廣角的一個特性就是靜大 遠小 所以你在拍人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說它的臉啊 你可能不要把它放在比較邊邊角角的位置 因為它鏡頭的畸變會導致它變形 但是你的腳就可以把它放得比較下面一點 它就可以導致你的整個肢體都會變得 比較長 那雖然說有人說廣角比較不適合拍人像 因為它會有這些畸變 然後它的廣角把全部都容納進去嘛 所以你可能會拍到你想拍的 你不想拍的全部都進去了 可是其實如果你只要抓對它的特性 你在拍人物的時候 你配上一些你的比較大的肢體動作 你其實可以拍出很多很有張力的照片 尤其是在一些有線條的環境之下 今天風這麼大你穿這樣子也太冷了吧 你今天也對我太好了吧 不是 因為現在在拍啊 我就知道 我要營造暖男的形象這樣子你知道嗎 才有吸引力啊 要吸引你 吸引 要吸引你 好 那我們今天現在在我們約會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總是要最浪漫 夜色之中看你特別的美 因為很朦朧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夜景了 我們現在來看夜景 所以夜景咖啡廳很適合當作約會的最後一站 那同時呢 我們要來看看這台A74 在低光源下的這個環境中 是否一樣可以拍出美照呢 好不好 馬上來拍 好 拍美人 我們現在夜色很朦朧 很美 很浪漫 但是我們不可以把女朋友的美也拍朦朧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現場的一些光源 對 拿一些這些光源去增加這個氛圍感 那同時呢 這個A74 在低光下還有這個眼部對焦 我覺得在對焦的拍照上面就是幫助很大 那像我們現在出來都還是會錄影 所以呢像我覺得A74 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在這個 一個快速切換的這個 拍照跟錄影的這個功能 既然很方便 那同時呢 這個1635G呢 它這邊有一個 Zoom In跟Zoom Out的這個電動變焦馬達 所以呢我們搭配一些Pen的畫面 就可以強調到很多的 不同的效果跟氛圍 就是個洋餅 接著8個洋餅 然後就冰箏 就好 有一個 比較濃稠的 要來 地點 與 能 穿 扇 的 今天約會行程妳還滿意嗎 我覺得還滿喜歡的 妳有特別喜歡哪一個 我很喜歡咖啡店幫我拍的照片 很自然 很自然吧 就是那個動態感又氛圍 又有可愛的 很可愛的檸檬罩 然後做行橋我覺得很美 也很夕陽 很浪漫 那妳覺得今天如何 我今天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覺得妳很美 發自內心的真的 好害羞 我已經在想下一次的約會行程了 那我可以再約妳出來拍照嗎 帶著A74就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Sony讓我有這樣的一個 約會的機會 那下次的約會就又拜託妳們了 掰掰